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来到了九摩罗石寺 这个寺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是后梁王吕光 为九摩罗石大事修建的寺院 九摩罗石是今天新疆库扯人 古时候叫邱辞国 九摩罗石是中国历史上 佛教历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 其他三位是玄奘、不空和真帝 九摩罗石排四大翻译家之首 九摩罗石以前在邱辞国的时候 就已经很有名了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高僧 当时的这个前秦国国王福坚 为了得到他就派吕光 这个手下的大将去攻打邱辞国 就是想得到这个九摩罗石大师 当时吕光把九摩罗石大师 带到往长安带的途中呢 这个福坚被别人给杀害了 所以当时吕光就没有回到长安 直接就在五威自立为王 称为后梁 所以九摩罗石大师在五威当时的梁州 居住了长达十四十七年之久 这个寺院就是他当年居住的地方 后勤的国王叫这个姚兴 姚兴又派兵来攻打这个后梁 最终打败了后梁 把九摩罗石又迎请回了长安 也就是说九摩罗石大师在去往长安的路上 就是历境坎坷 在五威待了十七年最终才到达了长安 也是他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历史上 因为想得到他而发动了两次战争的佛学大师 我身后的这个塔叫蛇蛇利塔 据说里边存放着九摩罗石大师的蛇蛇利 因为九摩罗石大师在元祭之前呢 他对他的徒弟们说 如果我所翻译的这个佛经没有错误的话 但愿我在焚毁之后 我的舌头能永久不腐烂 但是他缘起之后呢 焚毁之后 他真的他的舌头还真的没有好辣 先成了一个蛇利 据说这个塔里边就存放着他的蛇蛇利 但是这个塔现在我们好像没办法进去 也看不到 如果真的还存在在这里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是国宝级的藏品了啊 是一个很大的蛇蛇 但是很重要 尤其在佛教历史上 包括在五位的历史上 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关于旧摩罗石的故事还有很多 然后如果觉得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 我也不跟大家多介绍 主要就是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寺庙现在在什么样 然后我和老王也跪拜了一下旧摩罗石大师 表达了一下对他的重庆的对情 我们在五威的游览呢 这也就是最后一站了 明天准备就继续朝张叶方向出发了 那五威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来最后跟这个蛇蛇丽塔合一个 你好请问一下您知道那个就是罗石塔蛇蛇丽塔 就旧摩罗石的蛇蛇丽是在塔里边吗 这个您不知道谁能知道 里边有僧人会知道 这些蛇丽塔的蛇丽塔在这里 老师傅是吧 谢谢啊 能过去问问他吗 能管 这个地方有个机器就是 这三个木材拍照的蛇丽塔 好好好谢谢啊 这里边就有人 方丈方丈在这 能找人聊聊吗应该可以的 应该是在这里吧 那个 你好我们想找一个这儿的懂的人 然后想问一下那个蛇蛇丽塔的事 聊一聊 讲解啊 不是讲解 就是想打听一下那个蛇蛇丽塔里边 是不是有那个真的蛇蛇丽塔 有啊 有是吗 那个不对外开放 不对外开放 不对外开放 谁谁可以看 谁都不能看 谁都不能看 那是国宝记 那就是这个四边里的方丈也不能看 方丈也不能看 方丈也不能看 都没有看 你们那个师傅在不在 这儿的僧人都不在 都是你们在这搞接待的 对 就是那个门的钥匙是谁保管的在这儿 谁保管的 谁不能打开 他就蛇蛇的在那个塔底下 对 你们都没见过吗 我们都没有见过 他像有些地方他把它没有展出来 比方说闹一个柜子什么 我们这边没有展的 没有展的 不像西安的那个大燕塔全葬的那个 不是他这个里面 这个塔底下肯定有地宫 对对对对 但是他都没打开过 没有打开过 好吧 行谢谢啊 我们刚才问了两个工作人员 我估计他们也是一知半解 他们跟我们说 没人能进去也没人能打开 我感觉肯定会有管事的人 肯定会有资格进去 但是他肯定不对公众开放 像我们这种公众想看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这样吧 现在就撤了 跟老王离开了古威 昨天晚上下了很长的雨 好这个雨下到好像还挺大的哈 这回 这回这个五威这边的农田有水喝了 之前那个地都太干了 这边现在还有点内涝了呢 今天从五威出来我们俩走了三十一公里 今天是我从兰州出发以来走的感觉最轻松的一天 腿脚比以前好多了 基本上是好 所以没有像以前走到下午就疼的要命 然后难受的要命 所以今天走路也不变形了 而且今天在路上还捡了一块钱 今天晚上的露营地也很舒服 是一个草地 后面是农田 这个后面是大型的光能太阳能发电厂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俩就在这儿过夜了 明天如果走得快点的话 应该能到永昌 是一个地极市吧应该 现在出五威了 进京城 我们在路上走着走着看见路边一两百米的地方 有一个类似于烽火台的一个土堆 不知道是什么 现在走过去下来看看是啥玩意儿 里边可大了 您进来看看 哇这里边不小呢 哇 这明显是人工砌起来的东西 但是这里边是啥呢 已经也没有什么东西 都是一堆破烂东西垃圾 但是你看这个用这个砖墙 砌起来的非常明显这个痕迹 小心啊它这不会掉下来砸到吧 这个大砖你看这个灰砖还挺大的呢 感觉应该像是烽火台 但是这上面应该是塌了 上面应该已经是塌了 不是不是 我觉得烧窑就和这一样 烧窑又不到这么大吧 那去看看外面有没有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烧窑的 对如果它这个是烽火台 它这个如果是烽火台的话 它这个两边以前肯定会有长城 但是现在因为耕种了 包括建厂挖地基肯定都已经没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像烽火台 这个土堆地搞不好都是它的一样 后面那两个放羊的人一直看我们俩 不知道我们俩这外地人在这干啥呢 对你看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斜坡通向 这个上面顶上 这个以前应该包括那个砖都清晰可见 我觉得以前可能是这有楼梯 我给他做一个 应该有楼梯 然后助手的士兵可能会从这上到上面去 高度不是不好看它 应该一拍不好看高度 像那我人站在这边 这样子去看高度 挺大的这个 现在我顺着这个斜坡往上走一走看看 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楼梯和步道 这个都是土的 这块有一点砖 你小心啊往里面走 然后就上到那点 顶上我就不上去了 顶上已经坍塌了 最终经过我们的考察研究 我们觉得应该就是烽火台 但是它是明代的还是汉代的 我就不知道了 这连个碑也没有 也没有说留个碑说告诉你 这是什么烽火台 所以只能大概看到这了 我跟老王在永昌县修整一天 然后这没什么可逛了 我们俩看到一个 这有个县博物馆 就进来看了一看 这个博物馆里边展的东西不是很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真品啊 基本上都是真品 没有复制品 里边有关于永昌县当地 据说是罗马人后代的一些 照片史料的这个一些展览 被称为黎轩文化 还有是这个 关于当地初始的一些汉朝 唐朝的一些文物的展览 还有就是 其他的七八糟的吧 大概就是一些 历史文物吧 刚刚从那边看出当地 还是非常文化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 历史很悠久 2000多年 再加上人文 因为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县城嘛 所以它这个地方 有很多很多这个历史遗迹文物 所以如果路过这的话 如果在这住一晚上的话 可以过来看城 如果你不在这住 只是匆匆路过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专程 为了这个来看 所以就是 看你自己的心情爱好吧 你如果去黎轩古城的话 之前你可以来这儿 先了解一下那段历史和简介 如果你不去这儿的黎轩古城也好 也不去圣荣寺也好 就没有必要来这看 东西不是很多 很小就这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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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